在杜加特市井赛上平衡目单向获得第五 这位选手呢主要还算是一位单向型的选手 但是也坚全能 因为这次的比赛参加资格赛 完成四个项目的选手不是很多 所以这位运动员的水平和能力 能够进入这样的决赛 他做的也是一个5.0难度的动作 剑子小发卷体360度 完成的很漂亮 就是起评分比较低 空中姿态也很好 落地也很稳 看来他是对自己还是保守了些 那么在全能比赛当中 运动员是不是要考虑到自己体力的分配 所以会在难度上 选一个比较保险的动作去做 我觉得体力上应该考虑的不是最多的 我相信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怎么样 完成的不失败就没有失误 因为在全能比赛当中没有失误是最最重要的 现在的全能比赛是只算你决赛四个项目的成绩